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 Hero久经的比赛以3比2险胜苏州KSC战队 虽然两支队伍都是B族 但是双方展现出来的实力,一点都不弱 随着这场比赛的胜利 Hero也拿到了下季赛的三连胜,算是来了个开门红 要知道Hero从曾经的王者跌至谷底 再到下季赛的出彩表现 他们经历的挫折真的不少 现在教练久折在众人的拥挫下回归 确实带领Hero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久折对Hero的重要性实在太大 他总能把一支新的队伍带上神坛 无谓正是对久折佩服的无体投地 他说久折身上有一种魔力 总是让人无条件的相信他 给人一种变强的感觉 这就是久折的个人魅力 现在Hero的阵容对比夺冠时期变化不小 尤其是中单和辅助的变化 相信在久折的调调之下 Hero一定会重新成长起来 本赛季我不认为他们能夺冠 但只要久折在 下个赛季一定是夺冠潜力股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久折回归后 Hero三连胜呢